家屬痛哭失声 因为屏东东港籍 新风128号尾吊渔船 18号在太平洋公海 金船失联 如今8天过去了 还是没消息 家属控诉政府相关单位 还在互踢皮球 抢救动作实在太慢 他们说你们走他们的SOB 为什么会拖那么久 为什么可以拖到四五天的时间 因为不想外界来打扰 是因为我们所相信政府 他们可以做友善的处置 人命关天和时间赛跑 但爸爸的渔船至今仍下落不明 家属控诉2月18号 许姓船长和五名印尼船员 六个人在海上失联 2月20号渔业署发文海巡署 要求船舰出海救援 但到24号晚上 才请外海执勤的尾星号协巡 隔天才由台南舰出海 明明航程只需要两天 但中间却隔了空白四天 是在拖延吗 指控相关单位都在互踢皮球 海巡署我一定是说 我们也没有救过通知 海巡署说没有延误搜救 但等了一个礼拜 爸爸和船上的成员 还是下落不明 家属心急如焚 却感觉被相关单位 互踢皮球感受真的很差 现在只希望人船均安 能够赶快传来好消息 记得张春华屏东采访报导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各自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